NBA全明星赛中还有球迷超爱的嘉年华活动 不但有机会拿到球星的签名 或是有球员现场知道你怎么打球 当然想买新版球衣 UDN TV体育主播张以奇带你到美国 先抢先赢 我身上的这一件球衣是NBA球迷所熟悉的传统的无秀的款式 而今年NBA做了许多的改变 其中一项最受到大家讨论的那就是球衣已经改成了有秀的款式 NBA不只在球季当中推出有秀版球衣 今年全明星赛的球衣同样也是全新设计 和以往完全不同样貌 就连今年殷商无缘明星赛的Kobe 他的球衣嘉年华活动现场也买得到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改变 那会很酷 我不知道它很难选择 但我喜欢看他们的新的 我比较老人 我没有比较习惯的T-shirts 我认为它很奇怪 在这里装着球衣的T-shirt 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新球衣的设计看久也就习惯了 加上可以印上自己的名字 让球迷更加乐意买单 而嘉年华会现场其他摊位也是人潮汹涌 球迷大排长龙 就为了和球星签名合照 因为毕竟在国内只能坐在电视上看一看 然后在这里参加这种 真实体会到这种嘉年华的感觉是很不错的 我们很喜欢去找隔音分签名 排队太差了 太多了 拿不到签名没关系 你还有机会让NBA球星指导练球 只要排得够久 总有机会轮到你 NBA全明星赛活动相当的丰富 除了精彩比赛可以看 还有场边的活动可以体验 球迷来一趟绝对不许此行 以上是UDNTV五加热张艺体在纽澳两的采访报道